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王羞辱了你 你又替他来道歉 是不是显得在格局上你更胜一筹呢 最后啊 就是不管你们两个谁对谁错 因为你们两个这个环节影响了其他人的气氛和心情 那你要为你们两个人做一个道歉 你可以说不好意思啊 在这个场合因为我们两个的私人事情影响了大家的心情 我先给大家道个歉 我先敬大家一杯对吧 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 我们回到这个正题上来 你看啊很多明星就很懂这个道理 比方说一个男明星和一个明星这个曝光 说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劈腿啊出轨啊这样的行为 那男明星出来怎么道歉的 他不是为他自己的行为道歉 他也不做辩护 他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的私事占用了大家的力量 占用了大家的时间 我为此而道歉 你看嘛 既回避了问题的本质 又显得自己很有修养 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分享短发 有什么话在下面给我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